大家好,又是我Kenny 如果支持我,就按一按订阅,按一下小鈴鐺 給點Like鼓勵一下 跟大家做個功課,講十四日的第三 第十場三班賽事 這場是三班千六 這場步促方面,頭三段加起來 第一段是萬四線,第二段是快一線 第三段是萬三線 即是頭三段加起來,是正常步促的 尾段就快了三線 即是尾段爆回來,正常就快了三線 頭三段加起來,是正常步促的 這場馬,值得留意的馬,都有很多 進王在內邊省 這場馬是絕對不可靠的 大家可以看看它是怎樣的 這場馬是靠籃的 但今天又放得比較淺 又黏著內蘭又省 但跑得不錯的 奧風雲也是跑得很好 粵雨那些,就好像天馬行空 追上來,就割了我的全賽 其實全賽都爆得很厲害 如果這一段是22秒9 其實他們都開得很快 首正用棋,跟他一起跑 那隻關鍵時機落四班就贏了 這隻首正用棋 我個人覺得今天 可能他應該要縮到最尾 才爆會好過今天 手在中間爆 不知道是不是 夏禮賢也是在外面 我可能覺得之前 他流到入直路才爆 才衝 但這次不是最尾衝 只在七位衝 不知道是不是影響了 還有班數 三班都差一點 還有人也差一點 不用說了 有備而來 裡面是省的 但都很厲害 弄到我那些四連環 就給這隻 四重彩 四連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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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二郎 潘頓不騎 白鴿河澤搖上去 潘頓從草之星回來 就 開始力弱 力弱之後 再撲一點點 他又不是沒有了 不是停的 回一回起 又再上去 幸運時代 今天潘頓不騎 上次無敵之太 贏馬 沿途走 我跟得比較前 回來也很好 變成這隻幸運時代 下次如果不是用這些人 再換另一個 比如 潘頓 何宅堯 何妍殺手 潘明輝 那些 會好一點 今天他這樣跑 跑得差 他也不是跑得差 他也是薄的 但是人馬 配搭的方面 就不同 看看他怎麼跑 等一等 不好意思 前面二郎 然後是幸運時代 很積極地放在前面 從草之星就是要賣懶 從草之星就要打邊 就是要放 那隻二郎 潘頓不騎 就在外面 從草之星很順利放出來 現在 幸運時代首次三位 秦王在內蘭四位 澳風雲五位二碟 後面那隻是有備而來 有備而來 真的跑得很好 泥地上部覆滿 不用看 共創歡樂回來散散 暫光最聰明 很失望 另外還有藍色 守正用棋 可能他真的適合 只是跑直路一段 會好些 可能 我自己不懂 可能是這樣 尾那隻全賽 和粵雨 兩隻都天馬行空 很厲害 從草之星 頭三段的步速都是正常的 有二郎 運時代都是跟得好的 晉王都在內 省跑得不錯 看一隻 看一隻 重草之星 好像停了 停了 停了停了 他又再上回來 大家看一下 一打邊 就上回來了 不是停了 但是天馬行空 就是這兩隻 粵雨和全賽 全賽真的輸得很不值 我覺得 真的衝得很厲害 是差一步 變成粵雨和全賽 天馬行空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那些腳法 大家可以看看 那隻首勝用棋 回到來 真的沒有 看看全賽和粵雨的腳法 那些腳真的很厲害 你看看全賽 粵雨 那些腳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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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爬上來 一撻著了之後更厲害 好像車輪一樣 全賽都很厲害 接著他換腳 接著他換回右腳 再出再撲 全賽就衝得很厲害 那些鞭雨都很狠 那這一場 行運時代 和那些有備而來 都很厲害 大家都看到 這隻粵雨 就沿途在外面 接著呢 就出左腳 後來就換右腳 再打邊 立即再加速 就真的很厲害 但是那隻全賽 一點都不輸蝕給你的 潘明輝的左手邊 拍下去的馬 反應很厲害 我都介紹了給大家20倍 但是沒有辦法 小連環我用手正用棋 做膽 即是雙膽 4-5雙膽 就沒有了 手正用棋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跑得 真的不太好 那隻馬好像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跟前了 還是應該再縮後一點 但是 真的要練馬斯才知道 潘頓奇二郎 但是何澤耀十二檔 走回來也是很近的 變了 都是有留意價值的 從草之星 以為他斷 但是再打邊 他是再撲的 就是 可以再回氣再上的馬 雖然不是說再撲得很多 但是不是說一斷就沒有那些 幸運時代潘頓 上次無敵之太 贏了 今天就 放一個黃河籃 下次如果潘頓 放一個屁股上去 就OK的了 澳風雲也跑得很好 這隻炸彈馬 真的是馬場炸彈 真的跑得很好 他又不是爆的馬 軍速不斷大步欄 在裡面省 其實回來輸很近的 下次如果他又不斷跑 也是很兇的 軍速馬 如果遇到一個放頭有利的那一天 這些馬都是值得跟進的 這場值得跟進的馬 我自己覺得 從草之星那些 就是跑法很容易有弱點的馬 被人搞他前面 一用多了回來又不多 一定要遇到一些沒有補充的形勢 就會好些 幸運時代跑法真的是機動的 留住就行 放前又行 上班都跑得這麼好 今天只是王浩南 他也有落飛 這隻要跟進 另外 羽羽那些不用說 傳載那些不用說 要跟進 有備而來也值得跟進 澳風雲也可以 但是進王這些 有賠率就跟 真是馬防炸彈來的 所以說不跑就不跑 就是性格巨星來的 這場的跟進馬 我自己覺得 幸運時代 傳載 月遇不用說 有備而來更加跑得是好的 跑法蝕底了的馬 就是草草之星 其實幸運時代 可以再跑得好些 定住少少跑會更加好的 那麼 月遇啊 傳載啊 這些 希望下次都會遇到快的步速 如果他遇不到快的步速 又會比較差 有快步速的時候 這兩隻馬當然是值得跟進 不用說 澳風雲反而是機動一些 不用說一定要有快步速才可以的 即是他只要正常步速 他咬著來跑 都已經是OK的馬 就要看對手 有些對手好像月遇啊 傳載那些 其實很有分的馬 那他才沒得兇 那我這場的賽事尋譜說到這裏 好多謝了 拜拜